菲菲英语必为晶体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菲菲老师的新概念二册的课堂 那么今天我们一起学习的是二册的第五十番课 Lesson 53 题目叫做Hot Snake 并不是一条煮熟的热气腾腾的蛇 居然翻译成触电的蛇 蛇怎么会触电呢 读完这篇文章你就会揭晓答案了 那同学们在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课文的演典之前 还是跟着菲菲老师打开你的单词本 跟着菲菲老师来记本课的核心单词 本课的核心词汇你看了看本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今天记单词的压力不小 有没有信心把它记住呢 如果记住的话那暂停一下 打开本翻到讲义的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 词汇和短语环节 跟着菲菲老师一起挑战本课的生词一钻语吧 那么同学们本课的第一个词 其实是咱们小学就会的 啥呀一起来 Hot再来一遍 Hot什么意思呢 对小学就写热的意思 不过Hot的意思确实比较多 我们起码在初中阶段要找到的三个基本意思 那第一个意思不说了 Hot New 天冷的时候吃一顿热饭是最好的 那Hot的第二个意思 不用说咱们 在中国的时候有一些外国朋友来中国做客 你会发现他别的中国美食可能不知道 他能说出两个 一个比较著名的北京烤鸭 北京 roast duck 一个就叫做 他给起个名字叫Hot Pot 一查字典 Pot就是大的锅的意思 什么叫Hot Pot呢 很好火锅 但注意啊 我也问过老外 火锅是不是因为Hot特别热呢 他说并不是这意思 因为Hot取的是第二个意思 他的意思叫做辣的 其实老外认为火锅并不是因为热 是因为它吃起来非常的辣 不过北方吃火锅呢 好像吃辣比较少 那同学们就像国外 热狗怎么说呀 叫Hot Dog 哎 有些人问我为什么这个狗是热的呢 其实热狗啊 胡起的名 并不是因为它是热的 拿出来凉的也可以吃 并不烫嘴 关键是真正最正宗的热狗 你到国外去买 你就知道了 非常的Hot 非常的辣 上面割辣椒 还有割芥末酱 割番茄酱 割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酱 当你吃到嘴里 You feel very hot 感觉非常的辣 所以Hot的第二个意思 我们叫辣的 当然辣肯定又热又辣的感觉 这叫做Hot的第二个意思 日本人和印度人比较喜欢吃的是Hot Curry 有的人能猜出这一语吗 一起读一下Curry C-U-R-R-Y Curry 日本人喜欢吃 在米饭一焦 热腾腾 很好 咖喱 但是呢 很多人喜欢吃辛辣味的咖喱 咱们可能喜欢吃原味的 或者南方人稍微一饼淡淡的甜口 苹果呀 做到那里面 我看有苹果汁炒的咖喱酱 当然到日本泰国喜欢辛辣的咖喱酱 我们叫辣味咖喱 一起来Hot Curry 那第三个意思 在美剧中经常看到一个小女孩 我们叫She's a hot girl 叫性感的女孩 但不用说中考不会考第三个意思的 但你也知道啊 说哎呀这个女的very hot 那你不要说哎呀这个人很热 穿点毛衣吧 不是这意思 所以同学们如果知道 它有三个基本意思 本课文章中翻译的是带电的 注意啊 Hot你查遍百科全数也没有带电的意思 可能就是蛇触电了以后 回身会热 所以Hot没有带电的意思 它只有这三个基本意思 希望你牢记 那同学们 我们来看本课的第二个词 消防员一起来 Fireman 再来一遍 Fireman 跟我读一下 Fireman 不过这个词目前已经过时了 为什么过时呢 因为你看 慢 男人 在fire后面结尾 这样的话 有性别提示啊 那以前可能职业中一般消防员啊 或者这个这个火警啊 一般没有女的 但现在男女平等了 也有很多女同学毕业以后 在美国都有 中国有女的火警 那你叫做什么呀 Firewoman 多难听啊同学们 所以你要到美国老说 谁谁谁是一个fireman 会有一种感觉你特别大男子主义性别歧视 那女的你就不照顾一下吗 所以现在一般淡漫和woman结尾的职业 都被美国人悄悄的改掉了 这个词已经过时了 你知道现在的消防员用哪个词吗 更形象叫做一火搏斗的人 火还是那个火 我们叫fire 打架是那个词啊 Fight加个一颜 这才是正宗的消防员 现在都用这个词了 那个词就忘掉吧 一起来 Firefighter 再来一遍 Firefighter 跟火搏斗的人 消防员的意思 Firefighter Her mother is a firefighter Her father is also a firefighter 所以你看到这儿 你是看不出性别的 因为很多这样的职业啊 还记得以前我们说 运动员 因为你想到的一个词啊 特别土的词 叫sportsman 没有问题 但是现在女运动员 你说人sportsman 人家肯定不高兴 小孩也有当运动员 你管他叫sports baby 多难听啊 于是你之后 现在运动员 一律 诞生一个词 让你看不出性别 肯定有所谓 见过这个词啊 A-T-H-L-E-T-E 跟我读一下 没有学过的 athlete 一起来 大声读 他的意思就叫做运动员 有东西曾经问我 老师athlete和sportsman 有什么区别呢 这位老师负责的告诉你 没有区别 只不过鼓励你使用athlete 因为没有性别 在里面捣乱 那同学们 你跟学的警察 警察怎么说呀 哎 police man 那你看 你说这是三个police man 多难听啊 那你管人叫police woman 多费劲啊 于是现在都叫做警官先生 警官女士 官员 坐办公室的人 办公室叫office 坐办公室的人 警官一起来 office 官员 office 而警官一起来 police officer police officer 哎 你看 又把性别眼干住了 那以前游递员 基本都是男的和鸽子 现在有女游递员 很辛苦的样子 跋山涉水 那游递员 以前叫的叫postman 你知道现在都叫什么了吗 我们也不叫postwoman 终于这个词的力量就诞生了 person 你看 我们学过人 他气氛不了性别 所以现在都用这个词了 一起来postperson 再来一遍 postperson 游递员 不能叫先生了 就叫一个游递员 你看中文这个员 就不分男女 在飞机上 哎 有些职业看样子 还不是说 以前经常都女的坐 在飞机上我们叫空姐 现在要男的了 当你看到男的 你不能说大姐给我来杯茶 他被疯了 不渴 一会儿飞机坠机了 那同学们 咱们中文广一个男的在 叫空少 对吧 好像是这么叫吧 当然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 我们都是空乘人员 那你知道英文怎么说吗 以后就用这个词了 虽然长 还记得航行英文这个词吧 我们叫flight 而陪护 A-T-T-E-N D-A-N-T 这个词本身是适者陪护的意思 比如你得病了 会找一个attendant 去陪护你 护理你 或者英国女王爷出来 后面两个小适者在后面拿着 我记得手就要擦皮 你只知道 跟我读一下attendant 再来一遍attendant 而现在指的是航班上的陪护 我们就叫做空乘 把这个词记下来一起来 flight attendant flight attendant 大声读flight attendant 所以以后啊 读几些这些词 呆慢的现在已经不流行了 如果知道的话 我们来看本课的下面一个重点名词 也是重点动词 它的名词的意思我们先来记 叫做起因 跟我先读cause 再来一遍cause 最早学会因为because 把第一去了也含这个音 我们叫cause起因的意思 有东西不明要问 那老师以前学的原因叫reason cause叫起因 那原因和起因 有什么区别啊 火灾的原因 火灾的起因 这个的原因 这个的起因 你觉得苹果中文 看些中文好啊 起因和原因 can tell m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cause and a reason 区别非常简单 看看飞飞老师这么中间 你服气吗 reason叫原因 这个词可以是好词 也可以是坏词 说说给大家分享分享 你得100分的原因 哎好事 快说你不及格的原因是什么 哎也可能是坏事 但注意cause 它是个消极性词汇 贬义词 只有坏事才会说起因 我永远不会说 快说 你这次考年纪力的起因是什么 你说老师因为我没努力 我的天 旁边都想自闭了 自己给自己闭了 这也太过分的谦虚了吧 那什么坏事呢 比如请造句 火灾的起因 英文怎么说呀 火灾的起因 很好 叫the cause of the fire 地震的起因怎么说呀 the cause of the earthquake 还有什么坏事啊 事故的起因怎么说 the cause of the accident 你迟到的起因 你得不及格的起因 你倒数什么的起因 那同学们 或者在疾病中 这句话你能读懂吗 我们叫smoking is the main cause of lung cancer main 主要的起因 吸烟是主要的起因 什么主要的起因 cancer就挨着 浪是人的哪个器官啊 很好 肺的意思 浪浪浪 我们叫肺 俗话说的好 狼心狗肺嘛 不知道哪跟哪啊 肺癌的最主要的起因 就是吸烟 最坏事的起因 我起因 我们用cause reason 好坏都可以 那同学们 cause 你看 还可以当动词使用 当动词的话 也就有起因的意思 我们叫做 引起导致 这个起因 这个由头 导致了以下的发生 因果性动词 cause 引起导致 所以我想造句 吸烟导致癌症 怎么说呀 我就得说吸烟叫做 smoking 导致 第三年称单数 causes 癌症 咱就不肺癌了 cancer 这不就出来了吗 smoking causes cancer smoking causes lung cancer 咱们在初二时候 应该还是有一个导致 它是同一词 叫什么to 很好 lead to lead to 记住 等于cancer cause sorry lead to 等于cause cause是一个动词 lead to 是一个词读 所以你也可以说吸烟导致癌症 smoking lead to lead to cancer 那 我的摔倒 摔倒就falling 我的摔倒就是my falling 有同学一阵 现在如果还在想avari strong wind就太土了吧 还记着一个话记 看头那课咱们前两节课学的不能学了后面往前面 那肯定你这周没复习前面的啊 一定在学本课的时候 每次要不你就这样很习惯 每次看飞个老师这一课 比如你今天看到53课或者54课 你就在上课之前 用十分钟时间 把五十五一四九五十二年词 迅速过一遍 然后我觉得效果会更好 那同学们 一阵狂风 你看叫做 a gust of wind 一定就这个词 叫做cosis my falling 虽然词汇写的也多 也会把你句子写的越来越复杂 而绝对不如说有些同学词汇量少 每次初中写的词汇都是 什么 今天是个好天 Today it was a good day I 我去北京动物园 I wanted to the Beijing zoo The zoo was very big 然后看鼠动物 有大象 熊猫狗 熊不会写 据个例最后老师那么吐的一句 I loved zoo 罵 这老师都怪吐了 同学们 所以多写点词 以后你词汇就能写的好了 好 下面一个动词检查 一起来 examine 再来一遍 examine 大声读 examine 应该学过第二个检查吧 check 再来一遍 check 于是两个检查我们都学过了 今天我们要去 distinguish 要去辨析辨析 中文就管这种叫 记忆词了 一定要辨析 否则用起来会很搞笑 就像中文你觉得美丽和漂亮 是一个事儿 但是真真想想不是一个事儿 有时候就只能用某一个词 我们只能说 嗯 这事你干得挺漂亮的 你能这么说吗 嗯 你这事干得真美丽 脑子抽筋 你才这么说话呢 同学们 所以记住啊 examine和check 中文都叫检查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先试试到检查检查你的语感 买完东西以后 他找我一个 钱 我想检查检查 这钱是不是真的 当然 如果找你50的检查点 找你7块的 那就别检查了 肯定是假币啊 那同学们 你觉得检查这个money 我用examine 还是check呢 答案居然是 check的money 绝对不能用examine的money 知道它们什么区别吗 不知道就在这注意住 check表示检查 我一般发言能核实 是检查这个东西 是真还是假 或者是对 还是错的时候使用 当你检查前 你只是想看 这个钱是real 还是not real 我在i'm checking the money 我检查这个硬币 i'm checking the coin 这时候一定会check 什么叫examine 这种检查是为了 你要发现更多的细节 是这意思 如果你要说i examine the money 老外就觉得乐了 你发现什么细节 哎妈妈你别看啊 这50块钱上 不光有毛泽东 对吧 还有你的照片呢 但一个人是假币 不可能发现细节 那据说明天 我们老师要组织我们去检查身体 什么the body呢 答案是很好 examine the body 这种检查身体 是为了检查更细的细节 拿什么东西照一照 光看啊 看不清楚 我得望闻问气 还得把把骂 最终发现 哎呀你这儿跟小的刘啊 你最好给他切除 是个良性的 怎么怎么样 你能说i want to check your body吗 医生说 我想核实验的身体 哎呀你是假的 你骗我 真的在哪 快现出 真身 大胜 收了神通吧 不是这意思吧 那你再觉得 一到机场的时候 海关要想出国 必须要查这么一个东西 我们叫passport 什么叫passport 哎还记着 护照的意思 这是第一代言 咱们新开尼尔的词汇 好 检查护照的哪个 答案自然是 check the passport 想看看你这护照 是真是假 是不是伪造 是不是你同学给画的 那同学们 继续往下看 哎呀 两车撞上了 我赶快下车 去检查一下我的车 那好 什么the car 检查这个车 答案肯定不是 check吧 检查我车是真的假的 你太搞笑了 出事故 再看原来这车是假的 那同学们 是自行车 加个照 不是这意思 而是examine the car examine the damage of the car 来仔细检查车的伤口 到底伤在哪了 哎呀 这个我挂了一下 你看这还有点 太糟了 就这种感觉 examine就得用了 来继续了 大家同学们 哎 飞机失事了 很多专家带来 来检查这个事故 那应该叫 examine the accident 事故肯定是真的 你要检查 看看有多少人幸存啊 到底哪具体出了事故 这叫examine 所以这俩词很难去区分 但必须要区分 请问 考完试以后 别着急 这个这个交卷啊 please check your answers 老外经常会这样说 什么意思啊 检查一下你的答案 是对是错 核实一下 当然 再次交代一定要 examine your paper 什么意思啊 有的老师也会说 经检查你的卷子 卷子肯定都是真的 要检查 你有没有漏名字呀 有没有缺题 没有做呀 发现一些细节的问题 那最后一个 哎呀 我的 我的钥匙呢 你检查 检查哪包 那你会用哪个呢 当然是examine your bag 没问题吧 如果知道的话 那我们接着来开开心心的 往下面一个词来看 下面一个词 大副词 来自于事故 accident 再后我们叫al 变成形容词 再加ly 变成副词 这个词 你能看着书本的音标 读出来吗 如果读不出来 跟着我一起来体会 一起来 accidentally 大声读一起来 accidentally 一起来 accidentally 再来一遍 accidentally 一起大声读 accidentally accidentally 它的意思叫做 无意中的 偶然的 意外的 反正不是蓄意的 就这意思 加了个d 它肯定是修饰的是动词 比如举个例子 我真不是故意发现它的秘密啊 我是无意中发现它的秘密 那以前都没锁门 我一进去 地上散了一堆信 我本来不想拿的 结果摔倒了 本来不想看 就趴信到这边 老实这个也太神奇了 一看就是变化 我无意中 那就是I 那你还记着 副词的位置吗 有三种 开头打斗号 accidentally I did something 或者放结尾 I did something accidentally 或者在主位之间 I accidentally discovered the secret 都可以啊 所以注意复词的位置比较灵活 如果比较强调 accidentally 真是无意的 都好 I discovered the secret 如果比较顺流的话 I discovered his secret accidentally 如果放在主位之间 强调动词也行 我是无意中的发现 I accidentally discovered the secret 一文中表示无意中 除了accidentally 还有两个词组 也要记住 我完全可以把accidentally 变成一种好发言的办法 第二无意中叫做 do something accidentally 还可以写成 do something by accident 注意这词 用的是by 前面不加n 后面不加s by accident 的意思 也叫无意中 它是一个词组 跟事故 没有关系 我无意中发现的秘密 你也可以说 I discovered his secret by accident by accident I discovered his secret 那同学们 第三个是高一的词组 也希望您记住 挺好记得 happen发声 如果我们加s to do 我们叫无意中做某事 或者碰巧做某事 这一仨差不多 碰巧做 但注意这是个动词 位置不一样 我要当动词使用 我无意中发现你的秘密 我要说 I happened to discover your secret 是这意思啊 哎呀 我不小心 我能不小心干嘛呀 我无意中发现 捡到了一个钱包 那第一 你可以说 I found I found a wallet accidentally I found a wallet by accident 或者 I happened to find a wallet on the street 如果知道的话 我们自己造句 我偶然间看到了一个 遇到了一个 就meet这个词吧 遇到了一个 女消防员 何必女消防员啊 男女都是那个词 那个词字一写啊 好我偶然间 我遇到了 I met 什么 跟火搏斗的人 很好 fire fighter 非要强调女的话 就是 I met a woman firefighter accidentally 或者 I met a firefighter by accident 用happen to 怎么写啊 I happened 的动词 to meet a firefighter yestiday 继续 我偶然间 撇了一眼镜子 结果被镜子 自己吓哭了 那我偶然间 用happen to 都试试啊 I happened 现在试了 我就 to 撇剑撇剑撇剑 谁用look 我打谁 我们叫做 glance 很好 I happened to glance 他都用法跟look一样 at the mirror I happened to glance at the mirror 或者 I glance at the mirror accidentally by accident 所以三个无意中 都要记住 那么 先记住 无意中吧 以后我们再来讲 故意怎么说 好 如果记住的话 接下来 是一个高中的名词 希望你能记住 跟我读一下 残骸 remains 剩下的东西 remains 再来一遍 remains 一定加S 因为剩下的东西 可能不会就一见 那么它是指 完全的剩下的东西 残留 残骸的意思 挺文雅的 比如 剩饭剩菜 就可以说 the remains of a meal the remains of a meal 一餐剩下的东西 我们叫剩菜 剩菜 或者 中文翻译的好一点 残羹 冷质 追加S 同样 我们家狗包 斜角度 玩命 玩命 还是我眼睛守怪 我成功的去 想回了 the remains of my shoes 什么意思啊 我写的剩下的部分 就剩下前半脚掌了 这叫remains 当然也可以说 比如我今天第一次参观了 the remains of原民园 直译 原民园剩下的东西 我一般翻译着 遗址的意思 剩下的东西吗 遗址 那么同学们 这叫原民园遗址 或者到国外里参观一个庙 这个庙已经成了断壁残缘了 the remains of a temple 那当然 你也可以指人 什么叫human remains 是指人的尸骸 尸体的意思 老外会讲 你的灵魂走了 尸体在这 就是你剩下的东西 所以尸体 遗骸 残骸 剩下的东西 都是它的意思 比较文雅 跟我读一下 一起来 remains 再来一遍 remains 大声读 remains 如果知道的话 我们来看本课的下面一个名词 这个名词很熟悉了吧 一起来 wire 有的老师跟那个line有什么区别啊 line是随便的线 我现在画的都叫lines 但不叫wires wire专制 带电的 运输电的那个电线 那电线的全称就叫做 电的还记得怎么说吗 electric wire 所以电线诞生 你给我读 electric wire electric wire electric wire electric 电的 电线 叫electric wire 诶 电话线怎么断了 那电话线怎么说呀 呃 telephone wire 呃 telephone wire 我刚才说这个词 你为什么说 我说你们这词 要我当年就肯定不熟悉 电线还得背 你肯定很熟悉 因为你现在家里有的电脑 好像都不是带电线的那种 但都是无线的吧 那无线怎么说 不小心叫care list 那无线叫做很好 照猫画虎 照葫芦画瓢 我们就要一起跟我读一下 wireless 无线的 wireless 而无线的网络就叫做 wireless internet wireless internet 那同学们 大学以后有这么一个专业叫做 wireless communication 这个communication不是交流的意思 叫通线 我们叫无线通讯 无线通讯 所以无线跟我一起读wire 无线的更常见 一起来wireless 咱们老师wifi wifi 那w其实就是wire的简称 如果知道的话 我们来